銀河環的小苗 那你要想像一下 我們銀河環為什麼它會非常的密集 就是因為呢 反覆的被砍除 反覆的被砍除的時候呢 它的種子褲不斷的發芽 然後它會形成一個非常密集的 灌蟲狀的銀河環 你只要看到在屏東 你只要看到有灌蟲狀的銀河環 因為我們的銀河環有包括 蕎木型的跟灌蟲型的 都是同一類的喔 但是為什麼它會長得非常密集的灌蟲狀 是因為呢 這個地方被人為砍除過 被人為砍除過 它大量的種子褲從底下冒出來 非常的密集 然後所以形成了這種灌蟲狀的銀河環 你連人都進不去喔 當這個銀河環非常密集的時候 它也會出現一個狀況 因為它會有銀河環的毒素 當你的個體越密集的時候 這個毒性就越強 其他的植物就更進不去 當我們的銀河環長成這樣子的時候 它的毒性就降低了喔 因為它的個體跟個體之間已經錯開了 因為那個特生中兵 那時候我們跟他們討論 銀河環它的銀河環毒素 在什麼時候分泌最多 銀河環毒素 什麼時候它分泌最多 幼苗的時候 幼苗的時候 它在發芽的時候 它的毒性最強 所以你種什麼死什麼 所以你千萬不能砍的 給銀河在這邊喔 因為它的毒藏中子庫 當它發芽的時候 這個毒素是最強的 你看看 非常快 我沒有用的 因為我要搞我的 你能用來這些 你不在用的 你更多的 我會想想要想想